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增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话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啦 中国一轮历史性的大拐点 大衰退 大崩溃啊 终于是要来了 最新休息啊 就在昨天晚上 你没想到 突然之间谁都没想到 中国共产党突然宣布 延迟退休 正式实施 哎呦喂啊 那是深水炸弹啊 直接把全中国老百姓的钱包给炸翻 也必将把中南海小池塘掀翻 必将掀起一轮全中国的动荡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决策性的灾难 从里面他的描述 还有他这个方案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 分析分析 我们结合几个案例 问说知道习近平真的不行了 他为什么你看这个拖了这么久 终于是拿出来 但拿出来拿的知识啊 是极其诡异啊 里面的描述真实的一说啊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另外一头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啊 也是发生巨变 哎 你没想到啊 就在昨天晚上原油彻底崩盘了 原油彻底崩盘 就证明什么 证明小林财经靠谱 哇 你看这东西 我说过连续报导 这个就是针对这个原油 我都三番四次给大家强调 原油是现在整个地缘政治 给底层逻辑 是个关键的变量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邪恶轴心 妄图用用这个原油 用这个能源 那个高能源价格 来到搞乱全世界 给全世界 你看啊 说说包括台湾选举啊 日本选举 美国选举 都把高通胀问题提出来 是吗 就搞乱 你们搞搞的全世界 这个给给予压力啊 是一张牌牌的 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他们的阴谋啊 阳谋啊 但是现在啊 中国俄罗斯这个图谋 是彻底破产啊 彻底歇菜啊 细胞子 还普丁丁 彻底凉凉啊 所以这个最新的情况啊 也是一起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啊 所以这细胞子还有普丁丁 真的不行了 但归根到底啊 由于这些细胞子 坐在这个位置上啊 必将给全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哎 所以就是这个逻辑啊 所以我们啊 具体的情况啊 这个结合新闻一起详细来看看啊 先说说延迟退休这个事情 正式实施啊 那当然是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新闻啊 那个这个大家都密切关注啊啊 这里面啊 中国共产党当然想降温啊 你看那个他他都不想你们关注啊 但这个这个东西老百姓一看都知道了啊 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 嗯 十四届全国人的常委会用常委会来过啊 这个东西不是用大会来过 用常委会来过 也就是什么 也就几个常委 七个常委就来决定全中国人的退休金啊 也不敢交全国人大啊 这有点意思 直接这是什么 用全国人的常委会来来过啊 然后这个第十一次会议 十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他的通稿是这样的啊 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然后会议审议了啊 审议了 然后再再踢了一个皮球 审议了国务院 把把把这个球踢到 踢到李翔了一下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啊 实施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哇 你看很绕是吧 啊又又是关于国务院提请啊 这个也就国务院提请过来啊 我们呢啊中央呢就是审议审议啊 而且这个你看最鬼调的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 他没有说通过 他没有说通过 但这个架势一拉出来 包括在墙内的很多报道 我们看到全体官媒行动起来了 包括新华社都是马上全部置顶啊 就是啊延迟退休改革啊怎么看啊 然后给老百姓啊做做新的工作啊 这个延迟退休啊 也立国立民 哎呀只剩一个好 哎呀养老靠 养老靠国家 是不是啊 哎呀有助有助于我国什么 人力资源充分的利用啊 是重大改革 这个你说这些东西 他都不说老百姓的损失啊 但是他他就这么说了啊 就看他这个架势 只要中国人都懂啊 中国人都懂 那就是啊 就要正式实施 但是他你现在正式实施了 哎 具体这个草案是什么 我收了全网都没有 也就是什么 他没有公布 具体这个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 这草案的内容 他竟然一点都不公布出来 而且啊 他就说审议 但是他他规格很高 就全部置顶啊 你看那个延迟推出 你乍一看 真的是正式实施了 哎 但是呢 他又好像努流了一手啊 所以从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啊 因为同一天呢 他是还有两个一案的 一个叫做国防教育法修正 修订草案 一个叫统计法修正草案 就放在一起 但其他两个是很详细的 而且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 就这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呢 藏着掖着 那中国共产党藏着掖着 有没有好东西 没有好东西 好东西要藏着吗 村里面发金条了要藏着吗 就是啊 给给住房那个体检啊 给住房这个征收养老金 这个东西要歪 对 说啊 要要拐弯来 所以啊 从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相当失败 这证明什么 习近平并不具备一个独裁者的魄力 我们三万四又说 习近平我们看上去 哇大权在握啊 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看他出政策的时候 微微索索 这个前前后后 这个又 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 他就说的乌龟似的 你不大权在握 有军权就行了 中国人不会造反吗 你怕啥呀 我很多这个人啊 觉得习近平 我很很有power啊 但我们实际上看到 习近平往往啊 他是很爽 你不要说对对这个美国爽 对对日本爽 他对国内 他作为一个独裁者 对国内他仍然这么爽 他可以过审议并通过 对吧 我们一般啊 你反对的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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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吧 对他就不敢 你看 你包括当时清零 有本事继续清零啊 是不是啊 你不继续搞啊 你不坚持不动摇吗 要有本事你继续战狼啊 你怎么又跟美国谈呢 怎么说啊 有本事你敞开了支持俄罗斯啊 他这个啊这个光明正大啊 是吧 这个旗帜鲜明啊 支持俄罗斯有本事你上啊 我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 那么在讲讲一堆是不是啊 啊就看出来他首先他是错误的 你包括支持俄罗斯 你为什么他要藏着一遍呢 你看西方支持乌克兰都相当公开的 因为什么反侵略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他是真站在了这个有礼的这一边 是不是啊 人家就公开的都是公开的 是不是啊 我都公开支持个人道主义援助 是不是啊 在中国你看啊 中国那些他都要藏着 包括这延迟退休 真正那么立国立民你直接来呀 是不是啊 真的对老百姓他的本质上问题 那很多这个都都说过了啊 因为什么双轨制啊 你公务员你先把公务员的这个待遇给砍 再谈我们延迟退休的事情 是不是啊 你平安的那个不然老百姓延一万年 延到七十岁延到八十岁都补不上 那公务员那窟窿 天天天那个躺躺在躺在医院里面 你说这玩意用老百姓不断的去延迟 来到补那个窟窿 那那都补多少补不完 是不是啊 所以当然他现在是没有理 所以他就不敢 但是他他又这个价式证明什么 他不延迟的不行 不延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现在退休的这一群也没有的给了 很多时候这个延迟退休金现在就发不出去了 或者说又拐着弯啊 就发一些所所谓的积分啊 就跟积分一样的东西嘛 就就那个东西只能够用来这个什么社保卡消费啊 这个不能直接就用现金呢 就有点这个意思嘛 哈 所以这个都拐着弯就是不不不给了啊 对休金的很多地方发放都有困难 所以这个延迟就不能再延迟了 一定要搞了啊 就就这个点现在就顶着上呗 所以习近平他陷入了个决策困局 我们看得出来 他又要搞 但是他他又不敢搞啊 能脱他是想脱的 这个东西已经脱了很久了啊 所以这个这个有点什么意思我感觉呢 他没还没说那个议案 就看情况 如果民间发生多么大规模的抗议思维啊 他他也不好说嘛 先先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啊 如果没有什么柔性思维 现在看上去也没有啊 那就那就实施 因为这是主要什么 主要主要是对女性的这个这个伤害比较大啊 因为女性是从50岁一直就到那个65岁 是延迟15年啊 男性的这5年啊 所以啊 这在这当然这个对女 在这中国本来这是一个转轨的某种红利啊 啊 这个这以前女性50岁退休 就中国因为之前 这个某种都多少少他以前叫做实施过这个共产主义实验 所以中国有一部分叫做转轨红利的东西 比如以前那个工友分房啊 或者说最明显的就是以前你比如这个这个公交车一块钱啊 就可以做工交车放在全全世界好像都很便宜 因为他曾经实施过共产主义啊 社会主义的这这这这种东西 他他有一部分他是这样 那现在呃呃 当然以前中国的人均寿命相当短啊 所以这个以前那个平均寿命寿命40岁不够呛是吧 所以所以以前只能做做50岁 那些现在的就就成本跟国际结轨了啊 说说成本都跟国际结轨啊 说说福利都都是中国特色是吧 所以就现在只能说中国这种某某种转轨的红利呢 是彻底消失 你包括什么改革开放红利都都全部没有了 现在只有什么 只有灾难啊 只有错误啊 只有崩溃啊 所以就意味着整个中国所有 包括现在这个都要涨价呀 公交车涨价 或者说这个这公交车就没得做了啊 所以就这样 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中国整个民族的大拐点啊 但除了说这个影响 因为这个社会延迟退休的影响说的太多了 我们说今天重点不会放在一个这个影响那里 重点放在重点放在习包子 他的决策问题啊 我很喜欢说习 因为习近平他永久执政嘛 永久执政当一个永久执政的这么个文艺啊 他的决策水平 他都是如此低下的时候 都真的是要完蛋 中国 中国不完蛋的不可能 是吧 比如昨天啊 昨天我看到这个觉得特高啊 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啊 这个足球协会啊 就发了一个声明啊 就在昨天晚上啊 这个什么啊 对这个足球运动员啊 就有犯错误的啊 实施终身竞赛啊 还有对这个刑警报报导出来了啊 对一系列从业人员以以受贿罪 刑贿罪啊 开设赌场罪哦 你看不得了啊 以这个为名义 对17个人啊 依法进行刑事处理 就抓人抓了17个 然后又是多少个 这个给给他双规 或者或者怎么样啊 就就什么上手段 那这个东西针对什么呢 啊 这个东西就针对昨天晚上对沙特 就习近平他真的很在意 你看出来 他他很没面子 但又不让老百姓说 但他自己觉得很没面子 然后他就什么呢 就干了 就干底下的人 你看你你们做的不好啊 你们你们都 或者说一个你们可能有有踢甲球 这个啥踢甲球 他就是踢甲的 就这种水平啊 别想了 别想了啊 他已经尽全力了 才才7比0啊 他他在他再假一点 那个10比0 是不是 所以就够呛啊 所以就是啊 那个这踢甲球 都是给国族贴金 你是吧 但是他这个东西一推出来 结果昨天晚上 给沙特对决又输了 而且输的真的是输掉底库了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对沙特 13分钟的时候 已经让中国进了一球 17分钟的时候 去裁判非常配合 这次就千万别说裁判 不帮你中国了 给沙特一张红牌 沙特从17分钟一开场了 基本上开始就10人对11人 打少一个人 还给中国一分 你说就这个神开局 结果交到猪队友手上 你结果最后中国被沙特反超2分 人家这个进攻能力 中国11个人打 10个人打不进去 所以就够呛 你说这简直这个水平就没谁了 你知道吗 这都赢不了 你说这都我都够呛 是吧 所以这水平很大问题 不是罚谁 但习毛子又要把责任推给下面 但他自己完全不负责任 现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 你不是换换换换这个时候 说这个教练不行 教练谁谁谁让这个教练来 不就是丢习包子吧 他不是指名方向吗 中国要换这个就换一个 先换掉习近平 包括经济政治这个决策 全方位的 不会换换换什么 哪个教练 把习近平换 这是当前最主要的 中国05年的时候还能打进世界杯 还冲出亚洲零的通货 结果到习包子这里 中国是越来越差 关键了 你知道吧 所以就习近平就要管 要管 你发现他又不想负责任 你看他 他又不想明着出来 但他又 他的那种巨婴里 对吧 他又要管 你看这个给他罚 罚你不起作用 实力就放在那儿 所以昨天的给压力 给压力没用 是啊 所以够呛呗 所以够呛 包括我看到 那个欧盟 一个中方提出 给欧盟赖在欧盟办公室门口 你跟我们再谈谈 电动汽车关税 我就觉得真的特巨婴这种行为 人家已经经过多轮讨论 也要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 也要经过跟你中国开了各种听证会 也做出了这个仲裁 你现在又去谈 有没有法律精神 你之前干嘛 人家做完一个 要再赖赖 不断的赖赖 在欧盟办公室门口又要谈 第一次贸易协议 第二次贸易协议 也没有任何契约精神 啥也没有 这个玩意儿 也没有法律概念 啥也没有 你看这个习维细胞的 还有中国共产党 现在这个班子 他完全也没有办法跟世界沟通 我看他这个样子 管事情也管不好 所以就真的是灾难性的 就这个决策水平 就这个工作态度 我看中国肯定完蛋 肯定完蛋 搞又是延迟退休 搞半天都是错的 全部都是错的 所以中国就一天天越来越差 股市就跌破2700 就这么来的 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确实输掉底库了 就是这个国际原油 国际原油中国13040块 给了是买了这个买了多少 买了100年用不完的石油 直接把中国整个掏空 原油 所以这个原油你看跌到现在 昨天晚上显著下跌 纽约交易所价格 直接暴跌4.3亿 一个晚上 跌65了 6564来了 就是什么 那就是暴跌 那里面说什么 美国液化天然气产量 创出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暴跌 人家那产量太多了 创出历史新高大把大把的 德州那边甚至到富了 那为什么天然气会出现负值 因为它不够存储 当时原油也跌到负值了 没有地方存储 存储也是个成本 太多了 后来自然有一个市场机制 太多了 就停产 停产就会涨涨来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机制 在发生作用 后来中国就搞搞了什么支持俄罗斯 签约乌克兰 这些东西一步步就想把原油价格推高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强烈很诡异 中国官媒非常希望原油价格上涨 其实因为中国不惨柔 你觉得很奇怪 原油价格上涨 中国官媒好像很高兴 这完全背离了中国十级老百姓的利益 背离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就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席包子的错误政策 所以就是你包括新加坡举行的 年度亚太石油大会里面 市场对供应的过剩 现在相当担忧 你包括欧佩克也发布最新的阅度报告 下调对金明两年石油需求的预测 欧佩克自己都说没戏 他自己都说没戏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需求 随着你确实全球多多少少有各种新能源设备的普及 多多少少都会冲击 而且从量变到质变这个东西 随着确实很多地方会有电动汽车 然后这一块肯定会替代很多一点 那最后还有一些是中国是比较差了 美国很多家庭有光伏了嘛 人家的模式是可以的 美国用电动汽车还行 为什么 美国人家是househouse 人家有屋顶座 做太阳能 然后来源于清洁能源 然后再应用到人家这个有一个大车库 大house 然后再充电进去电动车 人家这个逻辑是通的 中国这个彻底密集 中国每几个人有house 也没有太阳能 全是烧煤炭 搞一大堆电动汽车 中国这个东西是不make sense 中国这个东西是不说不通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日本都说 因为日本人家一户建 人家土地私有 中国没有 中国是最不适合搞电动汽车 它自己搞 是吧 搞了半通 那现在啊 反正这个源流 现在没需求啊 没需求 需求进一步恶化 商品交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啊 表示我们生产的太多啊 太多啊 所以他都会有个自然调节啊 当然有时候啊 标普全球这个研究 高管也指出呢啊 这个供应线的过程相当剧烈 相当剧烈啊 所以预计欧佩克还会增加产量 欧佩克会压住这个价 为什么 欧佩克只有把这个价格压在低水平 美国的页岩油 才出不来 价格一高 美国的页岩油又开动了 所以就我们看到欧佩克最近几年 它都是压着这个原油的 为什么压到可能压到60压到50 也那美国的页岩油 就不能生产了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它亏钱啊 这这边沙特的成本是很低的啊 有一些产油国成本可能只有几美元啊 所以这次他只有用低成本来压住美国的页岩油啊 这个现阶段而言啊 是这样一个一个套路啊 所以由于美国的成本逐渐降低 它就不断往下压 那俄罗斯就完蛋了 今天看到俄罗斯那就真的是输掉底库了 一个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也是创25年以来新低 你看这俄罗斯天天还打仗 出生人口创25年新低 当然天天这样整 你说够呛呗 所以俄罗斯整个国家 你看这普丁丁天天说 给我20年啊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估计到时候给他20年还你20个俄罗斯 是吧 你够呛 昨天晚上莫斯科再度 你看现在就我都不说正 这什么正确问题 你这莫斯科你都打不过人家 人家这个大规模一次又一次 这个这个是把你莫斯科的干掉 是吧 你都防不住 你这种防控系统也是无效的 然后莫斯科整整个也证明乌克兰这边 他可能自己生产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我们看到不断的刷新记录 这个现在一个一百多台飞机无人机 这个可能乌克兰这边的自主的能力 也是越来越强 所以不得了 真的 现在现在就 这个俄罗斯真的是肯百分之一千输了 然后中国也是百分之一千输了 整个国内搞的乱成一国粥 所以这个我们且看了吧 那先说那么多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